她才会收我为徒 你想成为白子化的徒弟 姐姐的法术不比她差 她的徒弟不当也罢 可是姐姐 能成为尊上的徒弟 这是我的愿望 对了 姐姐 你来长留做什么 我 这个你就别问了 姐姐就是来看看你 没想到 你跟姐姐一样的死脑筋 如果白子化不收你为徒 你就告诉我 我先把她打一顿 然后再收你为徒 看看她能奈我何 姐姐 好了好了 姐姐要走了 以免待会儿长留会大乱 小布蝶 记住 如果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要吹响姐姐给你的鼓哨 知道吗 嗯 好 爹 你没事吧 爹 爹 你没事吧 爹没事儿 起来 天儿 爹没事 休息几天便好 天儿啊 我刚刚 度了一程的功力给你 这样既不会引起 他人的怀疑 也可以保证 你在明天的比赛中获胜 女儿一定竭尽全力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你明天决赛的对手 竟然会是那个蜀山掌门 花千古 好在他今天受了重伤 爹 这是 你无需多问 这把剑中玄机重重 你如果用它对阵花千古 定有胜算 别放心 我一定会打败它 你若胜了 再成了白子化的徒弟 那蓬莱在各派中的地位 自然是有所提升 由此蓬莱与长流的关系 那自然是牢不可破 女儿明白 女儿一定会在仙剑大会上 夺得魁首 成为最上的弟子 好 千古 你的伤怎么样了 清水 我没事 你不用这么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本身就有病在身 你晚上还偷偷跑出去练剑 这身体能撑得住吗 娘亲 娘亲 你还记得我们上长流的初衷吗 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唐宝 唐宝 你知道 人一旦有了愿望 就会 千古 答应我 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不要拼命 你不如早点认输放弃算了 这样 你还可以留点颜面 你在说什么 你漫天哪 虽然他剑法伶俐 但是他不够熟练 虽然他内力深厚 但是动作不连贯 如果你想要赢他 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他这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呢 没关系的 他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说 爹 天儿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比赛就快开始了 你快回观站台吧 天儿啊 一定要记住 爹昨天晚上对你说过的话 对战中切勿急躁 一定要做到稳诈稳打 爹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我最好的实力发挥出来的 这场比赛 我赢定了 好 漫天 漫天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原谅你 好啊 你退出比赛我就原谅你 对不起 我想成为尊上的徒弟 所以我不会认输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擂台上见 今天的比赛和初试一样 二人可在七星腹肌阵之上对视 不许使用暗器 不许连下杀手 点到为止 比试双方先落地者 拜 我之所以努力 我都能够努力到现在 不光是为了找莫兵 也不是找一个安身之所 我是真的 想成为你的徒弟 常伴你左右 无论结果如何 无论你愿不愿意收我为徒 我都要尽力一搏 哪怕是堵上我这条性命 花千古 你伤了这么重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怎么赢我 灒醃侠仃 加油 骨头小气 加油 我没这个倒霉吧 老是输给你 好 好意儿的 好意儿的 段聂 你是来救我的吗 这不是白子华的断念剑吗 子华 这到底是 这是我送给他的吗 有意思了 你掌门 恐怕 你今天要失望了 你终于肯让我这个主人了 不过 现在是先见大会 天花 快回去 走啊 挖千古 你现在还自以为是 你就等着认输吧 不要 是啊 嗨 骨头 你醒了 千古 你醒了 娘亲 你总算是醒了 你都昏迷了好几个时辰了 是 是谁赢了 原来 是我先碰到的海面 天已如此 娘亲 你已经尽力了 不要再难过了 我可不管什么 白事不白事的 我只要我的娘亲 没事就行 放心吧 我没事